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天使夜未眠 天天陪你到入眠 我是你的老朋友 也是你的新朋友 天天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 信仰Q&A 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在圣经真理中找到答案哦 信仰Q&A 关乎生命的问题无奇不有 在你的人生道上 是否也充满困惑呢? 生命中的每一个为什么 都能从圣经中找到解答 让我们一起进入 信仰Q&A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问题呢 是关于宗教信仰当中的一些仪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开光 开光是在佛教当中的一种仪式 这个开光有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涵在当中吗? 还有呢 如果你是基督徒 我们要该怎么样来看待开光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要来听听前幕式的分享 什么叫做开光? 是不是不开光的就没有问题呢? 好,我们先来解释什么叫做开光 开光是一个佛教或者是道教的用语 就是把一些神像或者是一些吉祥物 用人的方式来赋云一些人认为可以赋云的那种灵气 然后呢 将这些东西的形象轮廓 把它表彰在人的面前 这叫做开光 那这个问题说 是不是这些佛像啦 这些物啦 是不开光就没有问题了吗? 其实对于基督徒而言 这些佛像啦 这些物件啦 开光不开光都一样 因为神在神的眼中 这一切都只不过就是物 他一点神力都没有 而基督徒我们是已经在神的手下 在神的国里 就好像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里面所说的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 黑暗的权势是什么? 就是受到那一些 那些迷信的一些想法的挟制 那个是黑暗的权势 就好像我们讲说 这样东西开光了 他就很有神力 或者是我们讲说 某一些吉祥物 带在身上 就会让我们脱离厄运等等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已经就我们脱离 这一切阴间黑暗的权势 而我们呢 已经被他牵到他爱子的国里 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子民 也就是说这一切 这些邪恶的势力 都一点都不能够影响我们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 假使说基督徒是信心软弱的 什么叫做信心软弱的呢? 就是如果说在你的办公室 或在你的家里面 你有不信主的家人 放了一些佛像 放了一些什么佛教的那些物品 就会让你觉得心里面很不安 觉得很害怕 这叫说心里面很软弱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避开 你就避开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去巴黎岛旅游 那么去到巴黎岛的时候呢 导游就叫我们去参观 当地的一个神庙 那我个人都认为 所有的那些神庙呢 我去看他的那些建筑物 了解他们的文化 对我而言 一点那种信仰的压力都没有 但是那一天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导游 要我们进到那个庙里面去的时候呢 他就发给每一个人 一个黄色的腰带 然后就跟我们说 进去的人就要绑上这个腰带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 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些不安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安 但总之 当我心中是不安的时候 我就不进去 我就不要进去了 或许我是信心软弱吧 但总之 会有这种不安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硬要闯进去 所以那一天 我就在外面 等着其他的团员们出来 所以当有这种不安的时候 我们能够避开 我们就不要 我们就不要进去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不出于信心的 也都是罪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罗马说十四章二十三节 他说 若有疑心而吃的 这个指的是吃祭物啊 那么其实事实上呢 我们进到庙宇了 或者是我们有这些佛像了 佛物了 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呢 给我们的感受啊 跟这个吃祭物啊 其实它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有疑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这个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凡不是因着信心而去做的 这都是罪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如果那一次我去巴黎岛 我就勉强我自己 我就进去了 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心中已经不安了 我这个勉强自己进去 这个不是出于信心的 这个不是出于信心 而勉强自己去做的 那这显然就不是靠着上帝的力量 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的 所以神说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因此在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当你不安 你就不要硬 一定要去 你能够避开 你就避开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 这些物 这些佛像等等 就放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避开 或者就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 我们无法避开 怎么办呢 基督徒 你不要忘记 你有一位主 是时刻与你同在的 这个时候 我们第一 我们可以天天求主 需要天天求主的保血 来洗净我们 因为我们会心中不安 可是又没有办法避开 这个时候 我们的主 是住在我们的心里的 我们就向主求 求主的保血 每天涂抹我们 遮盖我们 保守我们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还可以 我们求主 除去这些偶像的势力 除去这些偶像 神是会做的 我在我的教会 有一位弟兄 他曾经是帮人家画壶的 画这个符咒的 他信的主之后 他每天上班 要经过一个 一个家庭式的 一个这个佛堂 他每次经过的时候 他都看见那个佛堂 他的心里面就很难过 他每一次经过 他都跟上帝祷告 求上帝挪去这个佛堂 他每一次经过 都这样祷告 结果他告诉我们说 非常的神奇 三个月之后 有一天 他下班回家 他不经意的发现 那个家庭的那个佛堂 居然把铁门拉下来 而且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开过 那个佛堂 已经牵走了 这就是神 听我们的祷告 基督徒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有一位神 是时时刻刻 与我们同在 同行的 我们要不断的来向这位主祷告 特别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这些干扰 有这些黑暗的私利 我们更是要向上帝求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在他的国里 神必然会带领我们 施恩在我们的身上 因此那些开了光也好 没开光也好 那些神像 神物等等 那些东西 对我们的神而言 是毫无能力的 不管人做了任何的仪式 对上帝而言 他仍然都只是物而已 而重点是在我们的心里 信仰 信心在我们的心里 如果对那些物 那些像 我们会害怕 那么我们可以避 我们就避开 我们不要不出于信心 勉强去自己去做的 那些行为 那假如是我们是避不开的 没办法避开的 我们就不要忘记 我们这一位神是听祷告的神 我们向上帝求 求神保血 每天涂抹我们 求神除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偶像 那么神必然会动工 我们必然看见神情奇妙的工作 以至于这件事情 反而让我们更加的在生活当中 经历神是无所不在的神 经历神自己的大能和荣耀 以前曾经听过一些朋友 跟我分享说 他买了什么吉祥物 要拿去给大师开光 好像这个东西开了光 有过这样的仪式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种法器 或是说一种有力量的一个东西 可以带来吉祥 赚大钱什么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他也是常要负债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的理财观念呢 真的是需要被调整的 如果他的理财观念不改变的话 那么无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想要带来财富 都是没有办法的 在圣经里面呢 上帝不断地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而且呢 上帝告诉我们说 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 而是要在凡事上都认定他 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 所以如果一个人 他渴望自己的生命可以蒙福 那么他要来信靠上帝 因为信靠上帝呢 上帝自然的就会带领他前方的道路 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了 他的生活环境自然 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不需要去靠那些 很神奇的一些法宝啦 好像我们的人生呢 才会比较顺利 但是我们的人生顺不顺利 蒙不蒙福 并不是靠那些东西啊 而是因为我们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 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的道路 那亲爱的朋友 针对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你 持续的写信给我们 或是进到 就问之声的留言板分享都可以 祝福你 喜乐平安 我们下次共同再会 拜拜 人世间变幻 无求变幻 今朝多少光彩 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 不朽的生命 永存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跟随他的人生间 天使夜未眠 天天陪你到入眠 欢迎你跟天天联络 请用电邮 或是发短讯给我 我的电邮是 T-I-A-N-S-H-I 小老鼠 L-I-A-N-G-Y-O-U 点N-G-T 短讯是 1322-9966-122 1322-9966-122 请注明节目简称 天使 非常非常的期待 你的来讯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